这是一款179元带麦克风有RGB灯效的桌面蓝牙音箱 OK,大家好,今天又是一期评价音箱推荐 主角是漫步者的M30 Plus 这个价位,这个颜值,一眼看过去确实可以 正面不仅是金属网面,甚至还做了塑形处理 箱体采用了光面和细磨砂结合的设计 各部分接口处理得很到位 看不见毛边,拿在手里也十分有分量 音箱四周装了RGB灯条 有多种灯效模式可以切换,整个桌单完全没问题 顶部的硅胶按键手感非常细腻 中间还有一枚隐藏麦克风 这个做工说实话,确实有点卷 音质方面,我觉得漫步者这三个字就是一种保证 双五沙毫米全屏单元,以及双导向管的加持下 声音整体还是比较清澈自然的 特别是低频,有种厚实有力的感觉 而且这种对称式的声音结构设计 让声音的立体空间感十足 不过价格在这儿,你要说顶级肯定算不上 考虑到它的售价也没有那么高不可攀 我还是如听鲜月而在明 音箱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它内置了USB声卡 一根USB线接上电脑的USB接口即可 极差极用,桌面也更加整洁 我买M30 Plus主要还是因为它内置了麦克风 夏天打游戏不用带耳机了 你真的不知道有多爽,耳机再也不用被闷了 这个麦克风的收音表现还不错 基本没有电流,也不会录入什么杂七杂八的声音 正常游戏沟通是完全没问题的 蓝牙也升级到了5.4版本 如果你有蓝牙进行连接,声音也比较稳定 我测试了几次基本没有断连的情况 同时除了手机APP可以控制灯效音效模式外 麦克风者M30 Plus设计了专门的电脑软件 在这个软件里,你也可以对这款音箱进行智能操控 像麦克风者这样的大牌,做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确实不多见 100多元的价位M30 Plus是真的香啊